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超过七成的填海物料都是公众填料 其余为机制砂 填海是需要用上砂粒的 海砂、河砂供应是非常紧张的 现在代替天然的沙粒 就有机制的沙 那机沙是什么? 其实就是石礦场的副产品 即是将石头打碎 再磨成适合的规格 就可以拿来填海了 所以好处就是避免了 天然海沙、河沙的供应问题 也可以好好利用石礦场的副产品 香港赤立国国际机场 多次获得全球最佳机场的树荣 机场在98年落成 约900公斤土地都是填海得利 正在动工的第三条跑道 将会再增添650公斤土地